這三個 後面還有 那整個都帶的 原本應該要成群結隊的獨木舟 在汪洋大海上四處漂流 大浪來襲 海面上的獨木舟 隨著波浪搖搖晃晃 十分驚險 海巡人員叮嚀著 要讓小孩先上來 小孩先上來 東西 東西給大人拿 小孩先上來 海巡人員才剛把兩位民眾拉上來 後方艦艇又拖來 另外一艘獨木舟 隨後艦艇又立刻出發 救援其他民眾 原來民眾參加 屏東縣政府的獨木舟活動 原本要挑戰橫渡小琉球 但因為海巷不佳 陸續由民眾體力透支 安全起艦 請求海巡署救援 驚險場景發生在7號上午6點多 總共120人60艘獨木舟 浩浩蕩蕩從屏東青州灣沙灘出發 前往小琉球中澳沙灘 全程11海里 橫渡時間大概4小時 不只考驗體力還挑戰耐力 但因為風浪過大 民眾用盡力氣 仍然無法安全抵達終點 高雄海巡獲報後陸續就起36位民眾 返回小琉球白鯊魚港 上午11時30分 經主辦單位清點參與活動人數 確認以全數平安返回 圓滿完成本次救援任務 大風大浪 讓參與民眾筋疲力盡 漂泊在茫茫大海 鼓勵無緣 幸好海巡及時救援 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否則原本開心出遊 恐怕會壞了心智 TVBS新聞莊聖雄徐敦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